跟着德爷混三天饿九顿 这个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 到底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够打败他呢 大家好,我是德爷的小米粉吃瓜姐 这一期德爷独自一个人来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 德爷最终的目的地是马达加斯加最偏远的一处沿海地区 这里是非洲环境最恶劣的地方之一 常年高温,天气闷热,极度缺水 这次德爷又该如何披荆斩鸡逃出绝境呢 由于本次挑战威胁系数太高 德爷破例让救援小佐在几十公里外追随他 德爷跟救援小佐的五弟一声道别之后 就上了当地渔民的船 小船会带他去一个更偏远的地方 德爷在一处沼泽地下了船 这次除了拍摄装备,急救包和一个卫星电话以外 他还带了对讲机,一架无人机 对讲机是用来联系救援小队的 德爷没有地图 所以只能靠太阳照射的影子来分辨东南西北 影子在他的正后方 所以他断定自己前面是北方 不过想要过去的话需要游到对岸去 德爷害怕河里会有大生物 要是不巧遇到大生物也是饿了好几天的那种 那德爷岂不是要翘鞭子了 最后他决定跟着河岸绕过去 沼泽地每天都会被潮水淹没 作业走起路来很费劲 有的时候甚至一脚踩下去就很难拔起来 德爷很焦急 他必须要在涨潮之前离开这片泥潭 他连滚带爬的不断前行 德爷说这是他经历过最恶劣的环境之一 现在别说什么生存私要素了 就连正常的走路对他来说都是说迟的 精品力尽也没有走几步 走了很久 他终于走出了泥潭 现在他面临着涨潮的问题 如果涨潮 整片红树林都会被淹没 所以德爷必须要在日落前找到一处高地 不知道走了多久 他感觉脚下的土地不一样了 沙子是干燥的 他觉得这地方应该没有被潮水淹过 他用无人机在周围探索 发现四周的平原几乎都被潮水淹过 德爷无处可走 他决定赌一把 今晚就在脚下这片小土地上过夜 现在的德爷被海水困得死死的 他很无助 瓜姐只能默默的祈祷 希望老天保佑不要让德爷在水里泡太久 很快就到了第二天 德爷不愧是由主角惯患的 不仅没有被水冲到 反而还睡得蛮香的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退潮了 他要等到潮水完全退去 才有路可以走 估摸着要等上好几个小时呢 终于潮水退去了 德爷开始加急赶路 他一步一个脚印 走得很辛苦 但是内心却很坚定 因为他要尽快的离开这片潮水泛滥的红树林 德爷现在很渴 他已经一天一夜滴水未尽了 只有走出这片平原 才能够找到食物和水 走了大概三个小时 他终于走进一片森林 刚进森林就发现了一窝鸟蛋 这简直是上天给他的礼物啊 鸟蛋可以补充水分和蛋白质 德爷吃完鸟蛋之后 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 他继续向前 穿过森林来到了红面包树树林 红面包树是马达加斯加的象征 树身光溜溜的 树干内部存储了大量的水分 在干旱无水的时候 红面包树解救了不少快要被咳死的人 所以被人们尊称生命之术 有这么多的红面包树 德爷的水源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他打算挖红面包树的快根来解渴 铺手挖了半个小时 挖到了一块水分十足的快根 德爷开心的发出了给给给的笑声 这个红面包树快根的水分相当于一瓶控泉水 接下来 德爷不准备继续赶路了 他打算靠着红面包树好好地睡一觉 在大树下 他感觉很有安全感 这已经是第三天了 德爷今天的首要任务是找到食物和水 他发现了红面包树的果实 德爷拿着果子在脑壳上敲了两下 嘴里说着 嗯 这个壳还挺结实的 瓜姐心想 往头上敲能不结实吗 德爷吃完了一个 继续寻找其他的红面包果 放了两个在背包里 然后继续向前出发 德爷走着走着 突然看到了一条蛇 瓜姐掐着一算 这条蛇阳瘦将近 德爷找到了一根棍子 两下子就把他送走了 接下来 德爷要生火 他不敢生吃蛇肉 因为有很多的寄生虫和细菌 这里天气干燥 生火就是分分钟的事 生好火之后 就开始烤蛇肉了 咱们的德爷 可是出了名的烧烤小能手 到了晚上 德爷终于吃上了 他几天以来第一顿大餐 他趴在地上 狼吞胡烟地吃起来 感觉自己像森林里的动物一样 吃饱之后 倒在地上呼呼大睡 很快又是新的一天 昨晚吃饱睡好了 现在他的状态非常好 走路都要比平时快了很多 不过在烈日下 体能的消耗很快 他现在觉得口特别渴 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他又走了很久 看到了路边有一个水坑 水坑里有水 不知道能不能喝 他先尝了一口 不是咸的 然后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喝完水之后的德爷 满血复活 他发现了附近有很大的螃蟹洞 他打算在这里挖螃蟹 用一根棍子伸进洞里 把螃蟹刺死 然后再伸手进去 把螃蟹拿出来 如果螃蟹没死的话 德爷的手就要遭殃了 螃蟹的钳子可不是吃素的 德爷成功地抓到一只螃蟹 但是他觉得一只不够吃 于是他还想再抓一只 他继续用刚刚的方法 不过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德爷的手和螃蟹的钳子 来了一个完美的碰撞 然后德爷就被放斜了 一点小伤换来两只大螃蟹 还是挺划算的 一个螃蟹的腿 估计都有二两了 看到瓜姐我都有点馋了 这一次 瓜姐是馋德爷手上的螃蟹腿 绝对不是馋德爷的身子 瓜姐只是一个一本正经的吃货而已 德爷吃完这两只螃蟹 又能美美地睡一觉了 今天德爷走到一个大沙丘 他觉得只要翻越沙丘就能看到村庄 沙丘就像泥潭一样 每一步都很艰难 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儿 才有力气继续走 但是德爷并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一直走一直走 他告诉自己翻越沙丘就能看到希望 然而并没有 翻越一座沙丘看到的是另一座更大的山丘 看着眼前一个接一个的山丘 他的腿已经没有力气了 耐心也被消磨殆尽 他不想再继续前行了 他只想找一个歇脚的地方 休息一晚明早再出发 今天是第七天了 德爷还在翻越沙丘 他的内心尖细一定可以找到村庄 不知道走了多久 德爷发现沙地里有牛的脚印 有牛提印就说明离村庄不远了 他要爬到最高的沙丘上 那样才能够看到村庄 德爷终于爬上来了 他看到不远处的渔村 这一刻他仿佛如是重负 站在沙地上 回想起这几天吃过的苦 感觉一切都值了 他活下来了 并且完成了挑战 看到德爷经历千辛万苦 挑战成功 瓜姐明白了 在绝境中 坚定的意志才是成功的关键 下一期 德爷会去往保加利亚的 罗多比山脉 这里是狼 野猪和熊的领地 德爷又将如何生存下去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看完视频了 不点赞加关注的 瓜姐一律示威 耍流氓处理 好了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吃瓜姐 我们下期再见 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